繞一下看上面字有沒有掉 然後白色的 白色的東西 就是 看前顧後 展區哪有問題得隨時指揮補救 在北京創業的Jason 過年前忙著為手上大客戶 執行活動 還得為回台機票 傷腦筋 過年前一個禮拜離開 然後過年後的 大概是兩三天後回來 這個票價會比較貴 但是往年的票價 大概是貴個 往年票價可能比一般的票價 大概貴個兩成到三成 可是今年的話很恐怖的是 因為票價是翻倍翻倍的張 往年為了省錢 Jason都是轉機回家 票也很好訂 只是今年連經濟艙都貴到離譜 翻漲三倍 熱門時段更一票難求 以北京出發港澳中展為例 過去搭乘國泰港龍航空 來回機票 4000塊人民幣就能夠搞定 但現在得花上12000 如果選擇比較便宜的香港航空 或者是澳門航空 也從2000多塊人民幣漲到了5-6000 很多的台商往香港去轉機 我們不可能說過年不回家 因為家人都還在台灣 但因為政府的這樣的關係 我也只能說滿無奈的 M503航線爭議 蔡政府卡關下航東航 176班春節加班機 儘管影響範圍線華中華南 沒想到地處華北的北京台商轉機 也意外被勘托 荷包大失血 記者李宗鋒陽七號 北京採訪報導